卫权子公司顶率开发连带案65亿元 今天到期 卫权和银行团多次协商还是没有达成共识 银行团在确定顶率违约之后 最快在下礼拜一就会启动假扣押程序 财政部表示尊重银行团的决定 卫权公司对顶率连带案历经 与银行团的多次努力与协商仍未达成共识 深表遗憾 卫权三种土地 顶率开发向银行团连带70亿元 银行团发出最后通牒 要顶率在12月31日下午3点半 偿还余额65亿元 不过顶率展颜六个月条件谈不容 确定无法偿还 其实我们不是没有不还钱 我们是希望有半年的时间 多给我们一点时间 让我们有时间来筹措相关的资金 顶率不放弃最后希望 用手上握有50.1%最大股东位权 也出来喊话 股东们也动起来 要赶在顶率三种土地被拍卖前 牵抛售股权 接近与连带银行团协商 将伤害降到最低 而顶星集团基于11月董事长交接时 提出的三不一要 当卫权财务困难时 顶星必须支援 但仍赶不上期限 来自于顶星或者是 卫家的资金的资源 因为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是真的不清楚 他们的一些资金的安排状况 所以没办法在这边替他们回答 但是站在卫权跟顶率公司的立场 我们会各种可能方案 我们都会努力的去寻求 另外主办银行赵峰发出五项声明 表示将向法院申请假扣押裁定 后续支本票裁定 及查掉财产事宜 限时抵消等 财政部也借出铁碗 下一个阶段就是由银行团这边 会来进行后续的法务的 这个催理的相关的工作 那这个部分呢 财政部充分尊重银行团 为了确保他的债权 所进行的相关后续处理的程序 卡在元旦连续假期 顶率连旦在2014年 暂时告一段落 银行团在确定顶率违约后 债权银行最坏下周一 就可以启动假扣押程序 完成相关程序后 三重土地最快在2015年 进行拍卖 新唐人亚太电视 成为模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道